三车连环撞的事故呢 是发生在这个台南七谷的这个竹桥里 晚上6点20分左右呢 有一辆这个自小客车 它是往七谷方向行驶 那另外一辆这个小货车是往西港方向 那双方呢疑似呢是先对撞 导致呢这个修理 后面有一台车的修理车 因为刹车不急也撞得上去 它是直接朝这个小货车撞 冲击力道非常撞击力道非常的大 那车辆损毁严重 现场凌乱不堪 而这个有一名这个轿车的这个驾驶呢 他是一名流行男子 他因为撞击后呢又撞到路数 所以他的伤势非常非常的严重 到月前呢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抢救后是宣告死亡 而小货车司机呢 当时是有一度受困在车上 腿部砸伤 但是呢呃 就被救出来的时候呢 是神志非常的清醒 那修理车驾驶呢 是只有受到轻伤 那目前呢 两名这个伤者呢 都已经送往医院来救治 现场呢本来是一度呢 中断这个交通 那处理完后呢 现在已经是回复通行了 这一天的车队 我们能不能够 我们要 Quinn卡 你把伤奥